所以我们讲到主的话 主的灵是建造教会复兴 和教会复兴的两大主流 所以当初五旬节圣灵降临 那时候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五旬节圣灵降临 但是我们也应该记得 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 马上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 一个是圣灵像火焰一样落在人的舌头 他们都站起来为主做见证 用各地的香坛在那里传福音 所以这本身是一个见证 圣灵很奇妙的工作 你怎么可能懂我的香坛呢 你从来没去过我那里 你发现这些等候主的门徒 使徒们站起来 用各地各地的语言 这个本身就是在为福音做见证 然后彼得跟十一个使徒一起站起来 讲话的虽然只有彼得 但是我觉得这是教会 同心为主做见证 一个太美的picture 彼得站起来说话 十一个使徒跟他一起站起来 然后他们在这里讲了一篇 powerful 很有能力的道 那我们要知道神的道出来 一面来说 他有时代性 针对性的 这就是可能很多人去读 彼得讲的那篇道 甚至斯蒂凡讲的那篇道 觉得没什么吗 没有没有 我是很诚实地跟你们说 不是因为骄傲或什么 我想现代的人听到听多了 你再回去读彼得讲的道 你再回去读斯蒂凡讲的道 你甚至再去读彼得在别人 保罗在别人面前讲的道 你都会觉得 今天同样的道在这里讲 底下的人一样 没有反应 对不对 可是在那个时候非常有反应 因为那个时候是整个福音开始 教会建造 最需要认识的 第一个 耶稣是神的儿子 第二个 耶稣就是基督 第三个 耶稣为我们死 耶稣为我们复活 如果再加一个的话 就是耶稣有一天要得国降临 再回来 所以你到发现 当初的信息就是 把最重要的foundation 完全累得好 这是一个针对当时时代的 但是它又具有永存的 永恒性的 跨越时代的 这是神说话的特点 一方面针对这个时代 有特别的信息 所以你看到在旧约神 兴起不同的先知 针对那个时代 有特别的责备 有特别的安慰 有特别的劝勉 是针对那个时代的 但是他们的信息 又是跨越时代的 这是神说话 很重要的特点 所以今天有很多 做先知预言的 都是集中在个人 我为你祷告 不久以后 你会找到一个工作 或是我们在买会所的时候 碰到这么大的征战 有人说 跑来跟我们讲 于弟兄 你们为什么不去找一个 先知预言一下 到底买得成买不成 你们不要花这么多功夫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在这里 所在乎的神说话 是为了教会 是为了他的国 是为了他的荣耀 是为了他的职业 不仅仅有时代性 而且跨越时代的 所以彼得起来说话 说完话以后 众人都觉得扎心 对不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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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